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多少也是没有一定 另外这里是红辣椒 喜欢吃辣的呢 就加一点红辣椒进去 那么这就是青蒜 这里是一只青蒜 因为这个是熟的肉了 所以我们这个不过油的 但是生肉也可以不用过油 直接来爆 因为是切的是片啊 好 综合调味料 这里呢是天面酱 那么也有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豆瓣酱 不是辣的 是有一粒一粒的这个颗粒的豆瓣酱 通常呢酱爆的东西呢 豆瓣都是用这个天面酱来爆 那么然后呢这个天面酱需要用一点水来把它调稀 太干了的时候呢 会不均匀 在锅里头啊 它这个会粘住 这里呢是糖 这里是麻油 好了 还要放一点辣豆瓣酱 如果喜欢的话 就这样子把它调好 锅子热了以后呢 就放油 这个是很家常 很简单的一道这个爆的菜 任何人爆都不会失败 因为肉片是熟的了 先放大蒜 喜欢吃辣椒 红辣椒也可以下锅 然后呢这个是 获迹笋 也就是菜心 然后呢这个把这个肉片呢下锅 如果你的肉片很肥 要先把肉片下锅 然后把这个肉片呢 先把它这个 炒一下 也就是把这个油呢 让它出来 那么这样子爆过之后呢 你把它放到旁边来 让这个油在中间流出来 就用这个中间的这个油呢 把刚才调好的这一碗酱料呢 给它煸炒一下 也就是把它爆香 好 现在油呢都流到中间来了啊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酱料呢 就倒在这里 然后让它滚起 啊 就是说煮滚 让这个酱煮滚了 让它有香味 好了 煮滚了以后呢 你才把这个 其他的配 这个炒的这些料 煮料 配料 一起给它拌匀了 火关掉啊 已经好了 这里是青蒜 青蒜 为了让它有这个青蒜的 这个原来的味道 所以就要这个 最后再来放 这个菜呢 有一点像这个 回锅肉 那么 拿来这个配饭 看的是吃饼啊 都很好 是非常家常的 一道这个 爆的菜 谢谢你的收看 下一次见 哈哈 小赵